除暴特勤隊指導黃龍 鎖定一名王姓男子 他是白狼張安樂的保鏢 不只到處為非作歹 四月初更在南投埔里 朝路口監視器開槍 還辯稱只是要打小鳥 這說辭當然不被警方采信 將他依法送辦 情緒崩潰大聲嘶吼 不管女子怎麼拒絕 嫌犯硬是連拖帶拉 把人強壓上車 賣到國外打工 而警方深入追查 發現嫌犯是一對天道謀父子黨 不但跟詐騙集團合作 還拿鎮爆槍暴力討債 上百支長短槍 在政務桌上排開 警方全力掃黑 發現大部分案件都和槍有關 半個月下來 已經查獲該造槍 空氣槍和模擬槍 共一百二十把非制式槍支 同時破獲四座該造工廠 只是現在 不論持有制式或是改造槍支 行度都已經修改成五年起跳 但嚇阻效果似乎很有限 根據統計 從二零一七年至今 全台共查獲近九千支槍支 而且去年全國就有一百件槍擊案 平均不到四天就會傳出槍響 難道在臺灣想要擁有一把槍 真的這麼容易嗎 四十手槍來源多半是靠走私 價格也昂貴 那像是一把短槍至少要二十到三十萬元 但改造槍支 他憑著原本的玩具操作槍跟模擬槍來改 從最少的兩萬塊起跳到五萬元不等 以往單純持有槍械的案子 嫌犯被羈押之後 被查扣的槍卻驗出沒有殺傷力 案件立刻珠揚變色 不過警方在去年八月推出槍支性能檢驗作業 除了檢驗外觀和結構 還增加了彈殼實際操作檢測 槍支如果可以順利激發 就能判定具有殺傷力 檢方向法院申請羈押槍炮案嫌犯 也能更有把握 如今不只南投槍擊案 還有彰化小吃豆 開槍 都在你我生活中真實上演 要如何不讓子彈飛 監禁雙方確實該好好想辦法解決 華視新聞廖怡婷 張俊惠 台北報導 他媽咪的軍事廣告